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相信大家在日常的工作和学习中都曾有灵感显现的时刻 但灵感绝非唾手可得 所以我们都倍感珍惜 灵感常常来自于日常生活中的积累 而获得灵感的所谓通道 既神秘又让人心生向往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些关于灵感 以及如何靠近灵感 获得灵感的方法 它们常常来自我的工作日常 在这里呢 我简单把它分为四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是 凝视它 触摸它 感受它 首先给大家介绍一种建造方式 夯 夯的意思就是用大地砸 夯土建筑就是把土壤一层一层装进模板 大地砸实 盖成房子 云南大理的S Hotel酒店 是我从业以来经历最艰难的一个项目 毕业于哈佛大学的建筑师赵阳 当他在方案初期做结构选型的时候 就邀请我参与到了其中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 由于全国各地土壤的性能差异 试验数据非常离散 国家并没有一个夯土相关的结构规范作为理论依据 因此我们需要公关的问题是 既要满足国家的现行规范 又能得到一个完整的夯土外观 运用我从业积累的一些知识 我大胆地提出一种可能 用混击土墙作为结构 内外割包上十厘米厚 连续完整的夯土薄壳 形成整体的外观 另外呢 我们希望空间结构尽量隐藏 且不做痕迹 于是采用了空心楼板 做到板面上下平整 并且还能减轻结构的自重 清水混凝土墙 夯土国壳 空心楼板 这三个技术系统能够独立存在 都是非常有技术含量的 更何况他们三个凑一块 可见难度系数远远超出预期 这就好比是把奥利奥饼干掰开 夹在混凝土墙内外两面 顶板再搭上一整块巧克力微化 重点是要保证他们协同受力 兼顾美观 我提出了这样的技术构想 方案也就开始推进实施了 可是万万没想到 在建筑一层施工完毕后 我们遇到了一个大麻烦 土墙出现了不受控的 惨不忍睹的开裂情况 在三斟酌后 我们决定拆除了整整一层楼 之后团队每天奔波数百公里 去寻找更合适的土源 尝试调整配方 加入抗裂纤维等等方法 去进行改良 但是每次调整工艺之后 打开盲盒 还是出现了裂缝 我们就这样见了拆拆了见 反反复复二十多次 做着无用工 大家身心俱疲 就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 一天早上 我把再次调整配方的土 放在掌心 就这样静静地坐着 凝视它 触摸它 感受它 用一整天的时间 来观察它的变化 天快黑时 我发现掌心里的土块 微微隆起 表面干燥 并出现裂缝 而与掌心接住的那个面 还是湿润 我忽然毛色顿开 这些裂缝 实际上不仅仅是收缩引起的 实际上这个十厘米的土壳 外部暴露在空气中 而内部紧贴混凝土墙 在温度变化的时候 它的内外收缩与膨胀 相差是很大的 它实际会受到弯曲 仅仅用一些抗收缩的手段 是无法解决问题 我们还是要加上 抗弯曲的措施 在想清楚了 这个关键原因之后 我们连夜开始调整工艺 一边逐层夯土 一边在靠近土壳表面的位置 放上水平的抗弯钢筋 最终我们解决了 这个差点就让我 无力回天的难题 值得一提的是 这个建筑墙体中间 是钢筋混凝土 外部又是包有钢筋的 两层夯土 三层含有钢筋的结构 叠合在一起 真是一个坚不可摧的堡垒 夸张点说 我们在大理的尔海边 造了一座美丽的人房工程 凝视它 触摸它 感受它 这个方法能让我触碰到材料真实的本质 从而激发意外的建造灵感 接下来是第二个方法 尝试写写画画 建筑里有个叫中性面的东西 大家知道吗 混凝土结构当中 一个区域受拉 另一个区域受压 而处于中间那个既不受拉 也不受压的面 就叫中性面 我们曾经在云南的红河大剧院中 遇到过这样的奇葩结构 四条三米高 0.8米宽 跨度21米的混凝土巨型梁 悬在剧场43米的高空 整个顶板的贺载达到了2600多吨 这样的结构理论上成立 图也是能画出来的 可是如何支撑它呢 这就好比是想用几根43米长的筷子 要撑起一块巨石 真要把它安全地实施出来 何其之难 我们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分析之后 在高达模价设计的理论基础之上 我们又进行了超常规的加密和加固 最终得到了一个实施方案 虽然整个价体被设计的密不透风 工程量巨大 但是基于当时的技术和材料条件 这也是唯一可行的方式 由于被列为重大的技术课题 我们邀请到了当时国内权威的七位结构专家 分别从北京上海赶到云南 对方案进行论证 然而就在论证会的头一天晚上 我在酒店的房间里刚刚躺下 忽然想到这个方案有一个重大的bug 原因是我们的整个方案 实际上是建立在恒定不变的核载条件下 而它的支撑体系承载力已经接近理论灵界值 并没有负余量 而这些混凝土巨型粮在施工过程中 混凝土还是湿润的时候 它的贺载是远超预期的 如果就照这个方案实施呢 可能就会引发高空垮塌 导致重大的安全事故 我吓出一身冷汗从床上跳起来 不知所措 坐在床边一只接一只地抽烟 当然这个大家不要参考 我无意识地拿着笔 开始在纸上写写画画 其实我在画什么我并不太清楚 只是把整个设计过程 好像又复盘了一遍 眼看着天就快亮了 酒店的信签本也被我画完了 终于我得到了这张图纸 大学里学到的结构中性面知识 给了我破局的启发 实际上我们可以把施工过程 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我们先把混凝土浇灌到中性面 然后暂停 放上一个月 这个时候呢 整条混凝土粮的自重 只有大约二分之一 而一个月后 当混凝土达到一定强度的时候 它已经可以与钢筋 共同参与受力 承担自己的自重 之后我们再去交出上半部分 这样的话 我们的设计方案就是可行的 我们仅仅是运用了理论知识 在施工过程中 按了一下暂停键 便用时间换到了空间 化险为夷 天亮了 我带着红红的双眼 哼着小曲 意气风发地走入会场 顺利主示了整场论证会 这次因果化机绝处逢生的经历 在我日后工作遇到一些平静的时候呢 总是能给我莫大的鼓舞 看似无意识地写写画画 实际上是一种输出 也是一种梳理 它甚至能把你深层意识里的 有些东西带到纸面上去指引你找到对的方向 接下来我要说的是第三个方法 去文化艺术中找答案 我们曾经和清华大学设计院合作过 延安宝塔山游客中心项目 这个项目是在延安地区 用现代夯土来造巨型的拱结构 当地的土是湿线性黄土 也就是土壤遇到水的均润之后呢 结构会迅速的坍缩 这种特性对于我们需要造的这种大型结构来说 是非常不利的 我们不停地进行结构选行 土壤适配 却迟迟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方向 于是我尝试去古代传统建筑中 寻找一些做法 当我看到清明上河图的时候 图的中央有一座名为红桥的灌木拱桥 让我大受启发 它是一种特殊的横架结构 能用较短的木材纵横相搭 形成较大跨度的拱 受红桥的启发呢 我提出了横架结构 夯土墙这个创新的体系 并立即与清华大学进行论证 结论是可行的 这样体系的优点是 整个骨架均匀分布 它与土料揉合成一个云质的整体 对这样大型的结构来说呢 能够大大的避免开裂的风险 最后我们顺利完成了 这个巨型的土拱结构 上面这个呢 是在传统文化中找到灵感的一个例子 下面我要说的案例 艺术审美的思维转换 为我解决了一个无解的工程问题 成都航与Cast 这是一个上市公司的总部基地 主要业务是用一种稀有的金属 来制造飞机的涡轮叶片 建筑设计由摊华老师亲自操刀 整个二十多万平米的建筑 错落分布在一个公园式的园区里边 建造过程中 我们遇到了一个无解的问题 由于屋顶缸结构采用的是无组织排水 雨水会从墙面直接倾泻而下 在项目即将交付的时候呢 建筑正立面的清水混凝土墙 出现了大量的不可消除的雨痕 大家陷入困境 于是我们邀请到了汤华老师 到现场来探讨这个问题 汤老师巡查现场后呢 对大家说道 中国的传统书法里 有一种笔法叫乌漏痕 比喻用笔 像老房子墙面的雨水漏痕 凝重而自然 这种别样的美 就让它自然去发展 本来就无需处理 这样一说 大家都释然了 原本工程技术不能解决的问题 我们还可以用艺术的方法 去转换思维 化解问题 对于处在困境中的你 也可以让更多艺术 美学等非逻辑 流进你的思考 让感性与理性相遇 让艺术与科学相遇 最后我想和大家分享的这个方法是 寻找属于自己的放松方式 比如说我喜欢冥想静坐 我曾经有机会系统学习过冥想的方法 而这也使我终身受益 2002年 我在广西一座人机罕至的深山里 负责一个林长类动物研究中心的建设 这个项目中呢 每一只公猴与九只母猴 共同居住在一个 二十多平米的连排别墅里边 之所以这样安排 听说比较有利于 湄公和流域实现后的忧生忧郁 我们提供的交房标准里 配置了各式各样的生活娱乐设施 比如游泳池 健身器材 音响等等 感觉就只差一个酒吧了 关于建造 负责项目的几个动物学家 给我提出了一个超难命题 墙面不允许出现任何裂缝 原因是 但凡墙面出现裂缝 它们便会有组织 有计划 轮岗调修 甚至有人盯梢放哨的 从一条局部裂缝开始拆除 直到拆除砖块 奔向自由 说到这儿 大家是不是会想到 电影《萧生客》的旧书 广西的气候炎热 降水丰富 昼夜温差大 我们调研了大量周边 铭居建筑后 得到的结论是 真要做到墙体的绝对无裂缝 这个问题有点逆天了 对于这样逆天的技术问题 死磕也是没啥用的 我就尝试放空 每天早上 我会早一些来到树林里 找个凉快的地方 坐在那尝试放空 这样的方式 能让大脑排出杂念 也就能让大脑有机会 接受新的信息流入 没过几天时间 灵感就流淌出来了 我想到我们专业课 建筑有个设计理论叫做 抗放结合 即当你抵抗不了 某些复杂硬力的时候 你就主动去想办法 释放它 我们得到了一个 比较巧妙的解决方案 在猴子们难以触碰到的 隐蔽位置 去设置诱导变形凤 也就是通过 刻意削弱强体的某些强度 主动诱导裂缝 发生在设计预期的 隐蔽的位置 只要它们扣不到就行 于是问题迎刃而解 这个项目到现在也二十年了 大家都在愉快地生活 繁育 也没发生什么越狱的事件 我的放松方式是冥想 其实冥想还有很多神奇之处 比如说 它可以帮你调整频率 去建立某种跨界的沟通可能 希望大家也去尝试 适合自己的放松方式 如果你能像个孩子一样的放松 可能你会发现 这个世界充满奇迹 上面呢 就是我在工作生活中 寻找灵感的四个方法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 凝视它 触摸它 感受它 尝试写写 画画 去文化艺术中找答案 寻找属于自己的放松方式 最后还有一句话要送给大家 瑞士的建筑大师 彼得祖姆托 在他思考建筑艺术中说过 在平凡的日常事物中 有一种力量 只有当我们凝视良久时 才能发现它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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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